大年初二回娘家 澎湖地方特色初二娘家宴 半斗文化是呛呛棍 马公市虎西乡 百沙乡各地洗开908桌 近万人同欢 也创下了历年来最高的记录 今年澎湖过年是最热闹 农历春节过年习俗 大年初二小青的乞丐塞的季季 那就是嫁出去的女孩西家带眷回娘家的日子 澎湖因为地主偏远的离岛 每一家为了准备宴勤返乡的亲友们太过麻烦 于是许多的村里萌发了创意集体反斗 从此娘家宴也未存了地方特色 非常欢迎 我走去看很多台湾的客户乡亲都倒回来 所以今天跟梁家宴和陪佑 九百几桌 这非常热热 我们也乡亲一些 吃回来陪佑走走 心里看到万事如意 越来越热闹 越来越热闹 是是是 一定要来 每年都要回来 嗯 今年澎湖梁家宴是热闹滚滚 马公市崇光里159桌 乌坎里130桌 百沙湘刺坎村159桌 乌西湘西西村156桌 红罗村136桌 青罗村30 顶湾村36桌 今年又多了艾门加入 第一年首次举办就席开了102桌 在全县大百娘家宴 共席开了908桌 近万人同欢 也再次刷新了新记录 现场的气氛是呛呛棍 出嫁的女儿回娘家团圆 全家人吃吃喝喝 大鱼大肉是很过瘾 返乡的游子 亲人 老朋友 老同学 难得同聚一堂 举杯同欢酗酒 多年的情感浓郁 更加拟聚 值得一提 马公市崇光社区 10年前就有社区的理事会出面 在社区的大庙前搭棚斗 大百宴席 举办崇光女儿餐序活动 一方面让闪居各地的崇光乡亲 齐聚一堂 彼此了解生活的动态以及近况 同时也让第三代是更加熟悉家乡的文化 进而产生向心力 今年是席开了159桌 热闹非凡 喜气洋洋 也让每位澎湖女儿以娘家故乡为荣 记者陈荣誉报道